各位听众大家好 谢谢Victor 那今天很高兴NTE Data 邀请SAV这边跟各位听众分享 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的这个企业如何去因应 这个所谓的COVID-19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所谓的数位转型 优化营运这件事情 那首先呢我想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因为在座的各位 委会的各位其实都是跟制药 跟医疗产业比较有关系的这些客户 那其实你会发现SAV呢 在医药保险产品的我们的客户呢 在这里面的市占率大概高达73% 都是使用SAV的解决方案 那在这里面谈到用药 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 它在制药的供应链 它在不同的时期安全重大的里程碑 那其实早在1988年的时候 其实美国的国会就通过了处方药营销法案 简称PDMA 所以在大概1988年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美国就已经针对药品的制药的供应 它的销售的相关 它都有一系列的这些法规 那可是后来呢 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一股乱流 在2002到2009 那不同的州都先后推出了自己跟药品相关的一些谱系血源的这个法案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呢在2013年的时候 其实呢在业界的支持之下 美国的国会呢 它通过了一个新的叫做DSCSA Drag Supply Chain Security Act 的一个法案 为什么会有这个法案呢 就是美国发现一件事 其实美国很有趣 有他们认为那个吸毒的人 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犯罪 他只是生病了 那可是呢 这些供给这些用药呢 其实后来呢 变得很泛滥 所以呢 在美国这里面呢 其实你会发现美国很有趣 像印第安那州 很多是州 其实他们都会提供所谓的毒品的替代用药 那可是在这里面很多的用药 你会发现不只是毒品 还有很多医学的一些处方药替代药 其实呢 都一直以来就是很 有很大的灰色地带 所以呢 最后呢 在2013年呢 美国就要求在药品 要有建立一个supply chain的一个安全法规 而且呢 这样子一来呢 就统一了各州 各自做自己药品相关的这个法案 在2019年的时候 美国的药品供应链安全法案呢 他要求 针对可销售退货验证的这个要求 他要求出的药品一定要可追踪 那在这里面呢 因为这个要求 所以说呢 以后从2019年11月27号开始 你收到那个 在美国 收到那种所谓的那个 Porsair 就是批发分销商 他要去做分销的时候 在这些产品上面呢 都必须要有相对应产品的标识符 那这些标识符呢 他有在这里面做完之后 到2023年之前 必须要做到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以后的这些包裹呢 他都可以被完整的跟踪和追溯 第二个呢 所有的交易 就是这个用药 你从从药商 然后到出厂 然后到大牌 中牌 然后到药局等等之类的 全部都是可以 这交易信息应该都是要透通的 然后呢 这些呢 他要求在2023年以前呢 都可以追溯到 至少要可以追溯到这个时间 好 那所以呢 这时候呢 很多的那个药品 制药业呢 他们就必须要推出所谓的追溯方案 在这里 那在这里面SIP 其实呢 我们也开发了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就是待会NTT data的顾问们 会跟各位分享的其中一个议题 就是ATTP 怎么去追溯这些药品的这个这个部分 那因为NTT data他们在制药业有非常深厚的的这个顾问的这个服务的经验 所以他们可以去提供这样搭配SIP的几个方案提供了所有在制药业 如果需要ATTP他们可以提供这样子一个服务 那截至到今年后 去做追踪和储存这些讯息的这个部分 好 那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得到SIP 我们也得到这个Innovation Award 今年的 那这个就是在ATTP上面 我们做到了这个Award 那他这个ATTP简单来讲 各位把它视为是ERP的一个A案 好 那所以呢 你只要使用SIP的ERP 接下来你有这个需求 其实你就可以去去做这样子 所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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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idation的Routing Service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Validation的Routing Service 除了SIP自己可以用之外 因为我们SIP也打造了一个用药追踪的生态器 SIP的ICH 那这个生态系呢 可以让外部的SIP的from and to 到我们的这个用药供应链 体系里面来 那你各位可以想象 大概美国已经超过一半 前20代已经超过一半以上都是在SIP这上面 进行药品的追踪的部分 有三家最大供应上已经有两家是用SIP的 所以各位如果要打入这个市场的话呢 用SIP的方案搭配NEDATA的服务 就没错 那这次给各位看一些截屏 就是我们在Gui的画面 然后呢 最后可以提供这个包装的时候 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可追踪性 然后在上面就也可以用行动的应用去做这些处置 好 那你会发现其实SIP的ERP就是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都提供对应的方案 从1992年那时候大家在谈Y2K 那时候大家在那时候最夯的意思就是电子五哥在谈代工嘛 对不对 就是SIP那时候代工各位想看在二十几年 也二十几年前了 那时候很夯的时候电子五哥很夯 我们广达台积电等等之类的 红海 那他们都是在谈所谈的情形化代工的工业链体系 那时候在谈的是我的竞销 高层上财务要及时去一个透通同步 那在那个时空被你只有SIP的ERP有办法做到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家有一股换机潮 全部都把很多的重要的客户都把他们的ERP换成SIP的ERP 然后后来在201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因为在谈所谓的 德国在谈所谓的工业4.0 梅克重大的这个国家政策 那时候大数据就带来资料大量的膨胀 然后大家在谈智慧制造 所以那时候SIPERP 我们就推出可以长在SIP的HANA的创新平台上面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有了大数据 接下来就会有人工智慧的波波发展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希望ERP要搭配人工智慧的这个功能在这里面 所以SIP在2015年也推出了新代的ERP叫S4 HANA 那为什么叫S4呢 因为R的下一个字就是S3的下一个字就是4 所以R3的下一个ERP就是S4 原因是这么来的 那到现在是2021年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刚刚提到 神迹制药需要更高任性的供应链 去做可追踪 而且专业化的分工更专业了 那资金化的角度去看GXP药品的行业的各种监管法规 品质规范生产规范等等之类的 也都越来越越要求越来越多 所以说ERP SAP新纳的ERP就是可以满足各位 像比方说在亚品追踪等等之类的 拖着品质规范的这些要求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刚刚在谈这个所谓的数位转型 这个议题 那在这里面SAP有一个套件 叫做Rise with SAP 可能各位用过SAP的ERP的老客户 旧客户就最近会觉得说 怎么最近常听到两个SAP在讲的名词 一个叫做PCE 一个叫做Rise with SAP 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呢 那我简单的来讲 PCE它的权制 S4 HANA的 PCE Private Cloud Edition 就是我们的云 我们的ERP也可以云端化 那变成这个私有云的版本 这个叫做ERP S4的PCE版本 那以前的ERP都装在地面 现在ERP也装在云上面 好 那所以说大家在谈数位的 数位转型的时候都会谈上云 为什么云这么重要 因为云就是7亚做智慧 数位转型的时候 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好 那我们在做数位转型 第一个就是有PCE 可是数位转型呢 除了ERP要升级上云之外 那我们通常数位转型客户也通常会说 那我的流程可不可以转型 所以在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数位转型的时候 我旧的ERP在地端我要升到云端 我要怎么牵上去 牵移到云上面来 或者是有很多创新的一些数位转型的技术 像供应链 像比方说人工智慧 像大数据 像物联网等等之类的 这些创新的技术我该怎么办呢 所以SAP呢 我们把这一系列包含ERP上云 包含数位流程转型 包含迁移工具提供 包含创新技术的提供 我们把它包成一个数位转型套件 这个套件就叫Rise with SAP 那其中的业务流程重塑这个部分呢 更是重中之重 很多的企业客户 第一个就是ERP升级的时候 他一定会想说 我旧的ECC还有哪些优化的方法 可以做得更好 那这个部分呢 NTT Data非常的有经验 待会他们在后面的议程 也会跟各位分享 我们这个业务流程转型这件事情 我们是怎么来做的 好 最简单的来讲呢 我们的能够Rise with SAP呢 就是第一个 我提供了ERP上云的方案 之外呢 我们刚才讲的商务流程转型 地端上云的工具 创新技术的工具等等之类 这一套件全部都包在这个Rise with SAP 那你只要一个合约就可以满足这些要求 好这些需求 那在这里面呢 首先我们先看私有云的这个部分 就是Rise with SAP 第一个就PCE的ERP 就是私有云版ERP 它有什么好处呢 最大好处就是 传统 ERP上云 以前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我呢 可能跟AWS或A9或Google Cloud 租一个云的空间 然后我把地端的ERP license 搬到云上面来 这个就是ERP上云了 可是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那只是节省硬体的成本 可是你ERP每年还是要复维护啊 对不对 那你的ERP 你是你租了云通 可是你的作业系统要自己管 然后资料库还是要安装啊 内部的Survey也还是要安装啊 然后你还是要做ERP的备份啊 备员啊 监控啊 上page啊 这些事情还是要做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不是真正的ERP上云 因为那个只是 bring your sorry bring your own license to ice 只是把你自己的地端的ERP的license 带到云上面 你只省了一米的空间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维护ERP的安装 管理 配置 维运 监控 都还是要自己来做 那我们的PCE最大好处就是 你只要付一笔钱 然后呢 你可以任意选择你的Data Center 我们已经跟AWS或A9 或Google Cloud谈好了 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要上哪一朵上面 然后呢 管呢 你也不用管了 你就直接通过SAP的PCE 背后有一个运位团队 帮你管你的ERP 那所以呢 你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订阅PCE 然后找一个你们的卓越的顾问团 就像是NEDATA 帮你们把亚以上名就可以了 好 那在这里面我帮各位算一笔账 如果呢 我们是BYOL和PCE 到底它可以 我们可以节省多少 举例来讲 我们之前才跟NEDATA合作了一个客户 这个客户呢 他有40个ERP使用者的需求 然后呢 他一年大概付了 当初他有去做评估 一年他的ERP呢 在地端的ERP 拉层子付800万 然后他就在想件事啊 那我这样子 我是不是只要租一个云端的空间 然后我就不用再付钱了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每年要付20%的维护的服务费 维护费 所以我们拉5年的TCU 那你大概5年你的维护呢 每年都要付给SAT维护嘛 如果是BYOL的模式 你付了5年大概也是800万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云端你要租认空间嘛 所以说租认开发测试 益力备源 AP server DP server都需要租 那所以说呢 你可能跟AWS租认 比方说一年可能70万 又70万 5年大概也300万 350万 这样子呢 软体的维护 加上5年的硬体租认成本 大概就已经是1100万 那然后呢 你要不要管 亚提要嘛 所以说你内部的人员呢 你可能一个人可能月薪5万块 然后呢 人事加水电加上他的劳健保 等于一年的成本是100万 那5年的人事成本大概就500万 那这样加起来就已经抓1600万1700万 那还不包含中间 如果你要上page 你还可能要找顾问公司 帮你做这5年做个大版本的升级 哇 可能又是 大概两三百万 所以说你这样算一算 5年的PCE 大概就要1800万左右 可是如果是用PCE 你就只要付一笔钱 就是一年可能付个300万好了 然后呢 就没了 每年不用付维护 有人帮你管ERP 好 那5年就1500万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付的更少 可是获得的更多 那部署上面呢 那你的部署方式呢 我们都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升级 你可以原机升级 或者开新账户升级 或者是可能做资料的拆分 我们SAP都有对应的方案 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客户呢 他是台湾还是ECC 像比方说我们的那个护国神山 那个做那个 那个晶圆代工的那一家 那个T公司 他的总部呢 还是ECC 可是他在美国 他就是我们的Cloud ERP 所以你可以是总部接单 然后呢 在国外分公司生产 那这种是2-tier的模式 那他的好处是什么 现在COVID-19 你不可能派人去当地去安装建置 然后管理部署等等之类 那太慢了 你透过Cloud的方法 你就可以很快的去做部署 这个动作 好 那而且呢 我们还提供了像是迁移工具 像我们刚刚讲的 Reading Check这个工具 那我可以去检查 我到底我升到ERP的时候 我的系统准备 我的资料传输 我到底要怎么升到ERP 我的申请计划是什么 他都可以帮你去做出来 然后呢 你过去你的LIDA 或者程式 有个Customer Co-Analyzer 他去分析说 你过去这些Z打头的程式 哪些需要做升级 然后呢 而且甚至哪些程式写不好 因为现在那个Riginware 就是勒索病毒很泛滥吧 你可能过去的那个Z打头的 这个阿爸的程式 好不好 不小心写到了 所谓Secret Injection的语法 那他就帮你扫出来 告诉你 这些东西要改写 然后呢 而且我们提供很多创新 像比方说我们ERP 我要升级的时候 我可能需要视觉化的分析 我可能要跟周边的系统做整合 我可能要用人工智慧 大数据 机器学习 物联网 那我们有这些创新技术的点数 免费含在套件里面 让客户来使用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叫做 CTA的免费点数 也含在这里面 送给客户做ERP的升级 那大概是到 大概是4K到16K欧元 不等的点数在这边 那这些点数呢 或刚才讲的迁移工具 升级工具 那其实你们都可以去请NTT Data 他们帮你们使用这些很棒的工具 那所以说在这里面呢 如果你接下来ERP有请采购 需要做流程自动化 做ERP的分析 或者是做资料的抛转等等之类的 那这里面我们都可以提供这些 我们的创新服务套件 我们叫BTT的数位平台 上面创新的这些云服务 然后呢NTT就可以帮你enable这些云服务 搭配ERP来做数位转型来使用 那这么多的这些创新功能都在这里面 让各位都可以来使用 所以最后我大概简单的来讲 SAP的这个私有云版本 它最大的优势呢 就第一个 你刚才有跟各位算过那一笔账嘛 对不对 如果以我以做5年的提示又来摊提 那每年要复维护 每年要租热硬体 然后做这些管理的这些 那如果是通过我们的PCE 我们大概节省大概20%的TCO 而且呢这些违运的人员呢都释放出来 大幅降低违运的成本 备份监控等等之类的 都由SAP帮你们来做 那你们人呢就可以做对企业更有价值的工作 而且因为是云端部署 所以我在部署上面可以比传统更加速 部署时间 做快速的部署这个动作 那所以这都是我们的Rise with SAP 带给企业在数位转值上面的价值 那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好 大家好 那个今天下一个章节呢 等一下 稍微 好 现在这个章节呢 主要是来做公司治理的内工刑法的 企业体质诊断的部分 那我是Levy 我是数据分析中心的负责人 这样子 好 那这是我今天的警戒方案 首先我会有个前言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做企业体质的诊断 然后再来我们会针对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跟我们的流程概要跟大家去做说明 好 首先呢 以企业体质诊断来讲啊 其实我们在看啊 在企业的体质要了解前 其实我们应该要先知道说 我们到底现在在公司营运 或是我们的企业中有什么问题 那其实一般我们企业在看到问题的时候 主要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会针对特定的流程 去做诊断 例如说我们现在想知道说 我们的销售流程有什么问题 或是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的采购流程有什么问题 我们针对特定流程 我们去做诊断不要紧 那有第二种方法呢 其实就像是从我们整个企业流程的 一个大面向 从客户 工厂 物流 财务等等面向去做全方位探讨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两种的方式 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看病 健检其实是可以对应得上 特定流程诊断就像是看 去我们去医院去看病一样 那我们这个纵观企业流程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健检的一个概念 好 那这次呢 我主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是健检很重要 其实企业体质就跟我们人是一样 就是我们人不会有相同的基因 当然企业基因也不会有 那为什么会很重要呢 其实我跟大家用一个 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跟大家做说明 大家有听过心血管疾病嘛 是台湾的第二大的重大疾病 那在医院就诊来讲 其实五个人就诊中就有一个人 他其实是有心血管疾病 那这个疾病呢 其实在16世纪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有心血管这个循环系统 18世纪发现高血压 会影响到我们心血管疾病 19世纪糖尿病也会诱发 20世纪的时候发现说 牙周病的会有让细菌 会有这个管道 进入我们心血管的循环系统 那大家有想过那21世纪呢 大家会不会发现说 有可能我现在有一天是 脚痛的时候去医院 可能会建议我们说 那我们可以去挂心脏壳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企业体质好呢 代表其实我们全身 应该是要维持正常的运作 而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所以这个我们的健碱 应该总是要比我们的就义 更为优先 那这个企业健碱的可行性 可行性是如何呢 其实我们大概想 一般讲我们应该想到说 这种企业的体质诊断呢 大家有听过什么 麦肯锡 波士顿咨询公司 或是这个贝恩策略顾问公司等等 这是我们全球三大的管理咨询公司 但大家有没有思考到 我们到底要花多少时间 然后得到多少成效 费用会是多少 那这个在地化程度 对于我们台湾的市场 是不是重要的呢 或是他们有没有SAP相关的专业 所以其实NTT Data 我们提供一个叫 一站式的健碱的分析方案 那这个一站式的健碱分析方案呢 其实就是将大家在我们 日常作业的ERV系统里面的 从采购物流 然后销售 然后工厂制造等等各个面向呢 就像我们健碱一样 其实我们抽取一管我们的活动历程 也就是像抽取一管协议一样 那从这一管的我们活动历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 例如说 这个A客户更改我们的交期的时候 可能造成我的B产品有多少订单 因此会有延误 或是说会受到影响 或是说我们现在想要走出货给经销商 还是直销方式 哪一种业务方式比较赚钱 或是比较快能够做销售的回收等等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企业见解这个方案呢 主要达成的目的 那在这个第二个联系资讯这边呢 因为我们今天这场主持人是我们的Victor 所以我们这个企业见解服务呢 其实就跟大家去外面见解一样 其实我们每一个时段服务的客户是有限的 所以呢 其实如果大家对于这样企业见解 后续的介绍是有兴趣的话 欢迎跟我们的那个业务经理Victor来去做时间的安排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一站式的见解的服务 好 这个一站式的见解服务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讲 其实就是把我们企业的日常经营 到我们的平常日常的活动 例如说像订单 出货 采购 生产等等 那这样子每一个讯息呢 其实都会在我们的系统里面都会有一个记录档 这个记录档呢 就像是一个我们身体的协议一样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抽取一管 我们这样子的日常的营运呢 我们就可以针对我们的流程去做一些见解 然后产出这样的见解报告 那其实我们这边呢 我们会有一个架构的方式去做我们的见解内容 那当然这叫六项图 就是我们首先会有个分析目的 然后再来针对我们的日常活动的交易流程 我们会有个导览 也就是说我们会区分说 例如说以订单来讲 什么订单是我们公司主要的订单类型 然后或是说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生产的产品 是不是分为各大的不同产品面向来去做分析 然后这样分析之后 我们就得到这个见解数据 从见解数据里面呢 就会有一场分析 以及顾问会给予改善建议 后续呢 我们就跟我们的客户一起合作 做一些后续的优化 来让我们的流程更为标准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见解的订阅方案 就像大家去做见解一样 我们会有像是肠胃型的方案 或是心血管方案 或是可能现在比较流行的低头足的方案 那一样我们这个企业见解 一样会有订阅方案 那第一个订阅方案就是我们的销售循环 就是从我们的接单到出货 到开发票到收款等等 第二个是我们的生产循环 它是从我们公单开立 然后公单发料生产 然后产成成品入库 公单关节 这是我们的生产循环 第三个方案呢 叫做采购循环 就是从我们的请购采购 进货到收料放票验证 付款 付给供应商等等 这是我们的采购循环 那当然大家还有一般企业最常发现的问题 就是有产销协调 是不是订单跟公单是有效能够配合 我们的产品生产计划 那这是一个产销协调的一个见解方案 好 那我们刚才先介绍方案 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们的见解特色是什么 我们这个见解特色呢 主动在于我们跟别的顾问公司的服务的差异化 就是说我们其实只要有日常的营运资料 也就是我们ERP的营运资料 然后呢 让我们的专业的顾问群 有来去做解析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洞察企业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那我这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范例 假如说我们是以一个采购单的流程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说 正常的流程有11万笔 它都是从开立采购单 采购单收获 收到发票 然后到发票结清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同样的系统里面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叫异常流程 占我们公司的流程15%呢 它在采购单收获 收到发票的时候 它有一个叫做移除付款 移除付款冻结 然后我们才能去做发票结清 那这个从这样的异常流程呢 其实顾问就会给一个报告分析说 这是因为特定几间供应商都有提早交迫 造成系统会自动启动付款冻结 所以呢我们还需要财务人员额外的手动去把付款冻结解除之后 才能去做付款 所以这就是对于公司的营运来讲 多了一个人为人工作业的部分 然后会产生多余的费用的浪费等等 那第二个 第二个情况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既然我们可以知道说 它的每一个流程 它的前后顺序 自然我们可以知道说 从我们的接单到我们的出货 到底需要多少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从这些异常流程发现说 我们在做不同期间的比较 例如说去年同期的时候 从我们销售订单 从接单到出货 是需要57天 但是在本期 我们的接单到出货 居然需要72天 所以这个顾问的报告分析里面 我们就会分析出来说 出货天数平均来讲比较高 有可能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叫做变更交集 可能有接近三个percent的单据 它有将交期延后的记录 那我想这个 对于在现在的这个时间来讲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可能在船班 或是说那个航班 或是说做一些 那个路程的安排的时候 都会比较花时间 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其实顾问另外还有发现 就是在我们的订单 我们的 我们订单中有一个percent的 那个单据的项目呢 它有启用那个 订单的拒绝原因 然后呢 可是呢 订单拒绝原因之后呢 后续又把它取消 然后再做正常出货 所以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警讯 就是告诉大家 这是在流程上面 我们可以发现说 其实是不是有人为 在控制这张单据 是否要出货 因为如果真的是已经 订单做拒绝了 为什么还要再把它取消 然后再做正常出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这次的统计数据里面 可以看到说 其实大家在本期的 出货天数里面 有一大群是在200多天 才去做出货 它就是一个拉高 我们平均的一个关键点 好 那再来 我们刚才讲了采购 讲了销售 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看 我们的供单 其实供单这边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 异常流程的 情况发生 例如说 我们这个案例是从建立供单 到供单确立 然后到供单发货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非常奇怪的流程 就是这个供单实际的完成时间 是比我们供单的实际开始时间 来的要早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 我们这个系统上可以发现说 这张生产供单 它的结束时间是在3月30号 但是开始时间是在4月2号 所以就是说 我的结束时间 比我的开始时间还要早 所以这个顾问报告分析 我们就会点出一下的异常点 就是说这个实际开始的时间 晚于实际完成时间 那这会造成我们没办法进行 后续的供单的分析 包含像这样子生产流程不透明 未来我们如果想要做生产的优化 或是等等供单排程等等 其实都会没有办法 有一个有效的作业 所以其实从这样的系统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很多我们知道这个问题 但是都是都把这些问题 都留在我们的作业端 但是对于高阶主管来讲 对于管理层的人员来讲 他其实完全不知道这样的讯息 所以我们这个见解主 就是来点出我们企业的体质 中哪些异常的情况 然后当然有些情况下 顾问会给予建议 有些情况下顾问 其实我们只能发现 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实际上 怎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只能从后续的了解 我们才能去做 帮客户去做分析 然后去做后续的优化的规划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见解 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导览 见解数据分析 得到一个异常分析之后 顾问这边我们就会在见解报告中 做一些像改善的建议方案 来做后续的优化 所以像这个针对不同的改善建议呢 其实我们就会有一个 优化方向的建议 例如说像这样一个改善建议呢 我就建议说 可能是有阻挡的问题 所以做调整 例如说我们现行的 阻挡的那个收款条件 它其实维护的不是很正确 或是标准工时 维护的其实不符合时机 再来呢 有些单据可能是因为 系统调整的问题 可能例如说 我们增加工单的物料可用度检查 那就可以达成 工单检查就可以达成说 我们去了解物料的可用度 然后再来呢 有些流程的问题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那可是我们会需要去 后续一直持续去做追踪 来确保说 它的流程的恶化情况 不会加重 所以就可以透过 我们这样的定期的建检方案呢 后续且持续再去做 流程轨迹的检验 所以这个企业建检呢 主要呢 就是把我们原本的是在做 日常营运的在做 事后报表查核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把它扩大为 透过建检来去做 事前预估 领先改善等等 管理思维的转变 所以透过这个企业建检呢 当然如果流程顺畅的话 那其实我们后续 只要去做定期建检就可以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流程的 顺畅程度很低 而且这个流程不顺畅的情况 已经造成我们企业利益的减损 那透过我们顾问的改善建议 然后后续的优化专案 来去持续的改善我们的问题 好 那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流程概要 如果我们想要做这个7M建检呢 其实我们有些前置流程会需要做 在这边快速的跟大家说明一下 首先呢 这个资料面 建检的资料呢 其实我们目前是 主要是以SAP的产品的 ECC 6.0 与S4 HANA以上的版本资料 我们可以去做建检 那至于其他版本 或是有其他第三方的交易系统 那其实我们可以跟我们 今天的联络窗口Victor 来去提供我们专属顾问做进阶写作 那NTT Data呢 会提供一台主机连结来供这个建检资料的分析 那下一次次页呢 我会做系统架构的介绍 那这个资料等级呢 因为为了避免 因为我们这个资料建检资料 其实是会捞取非常多的 那个明细的log档的记录档 所以为了避免影响正式环境呢 企业用户们必须要去准备一个 测试交易系统的测试环境 例如说ECC 6.0的测试环境 或是S4 HANA的测试环境 而且这个资料呢 至少要有近两年的交易系统 交易资料来供企业建检使用 那资料安全性 我们都是使用很高等级的加密法 ES256的加密法来确保资料安全 而且确保说符合我们的那个 整个在安全性的规范内 都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性 那这个企业建检报告呢 那当我们已经确认档期 跟签署相关的那个保密协定之后 那这企业建检报告呢 我们就提供一场远端视讯说明 以及书面说明的文件 那这书面文件范例呢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企业建检的方案 有兴趣的话 可以后续跟我们的业务客服经理 来去做了解或是洽询 好那这就是我们建检资料的分析架构了 这个建检客户的网络环境 因为我们的SAP资料 主要都是在我们企业的防火墙内 所以呢 其实如果要进行这个企业建检的时候 首先呢 我们会需要在我们现在的SAP系统里面呢 我们会需要一个的使用者 然后会绑变一个角色 叫做这个我们NTT专属的角色 然后在这个SAP系统里面呢 就会入一个我们建检专用的CR 也就是我们这些传输包 然后透过这个传输包呢 NTT这边我们会提供一台 那个NTT的主机去做建检的采检平台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内网的方式 去登陆我们的SAP 去取得我们建检资料 然后呢 这台主机会在我们 我们企业客户的建检客户的家里面 然后只需要对外开放一个 那个安全的那个网络连线 就是POR443 跟我们的建检平台去做连接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完成 这个建检资料的分析 那以上这个就是在企业建检的部分 先上各位伙伴午安 那接下来是由我跟各位简介一下 目前刚刚向总监这边稍微提到的 SAP的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叫做ATTP 产品价值链的追踪追溯 好 那我们就往下走 那其实这个 应该说我们先简介一下 这个Solution的原有 它是来自于2013年的时候 美国FDA的一个叫DQSA 也就是产品品质安全法案 然后它旗下定义出了 我们的供应链安全 对不起 旗下定义出了供应链的安全 药品供应链的安全法案 那这个药品供应链安全法案 其实它主要是写定义出了 所谓我们的序列号管理 也就是产品 你要先定义出它的身份 跟甚至它后面的追踪追溯 那其实这个计划 它其实是一个十年计划 它分了三个阶段 来做这种事情 第一个阶段 它先做LUT的control 我们要先把LUT的追踪追溯控制好 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大概2019年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到 item level的序列化管理 这个序列化管理 就是把每一个item 给它一个编码 让我可以追踪追溯它的来源 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我就要含包装段 它的成品包装 我要知道它的流向跟方向 所以到2023年的时候 就要达到全面的追踪药品 最小包装的这个目标 那也就是说它end to end的流程 它达到transpirety跟reputation的这个概念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 你看它定义的 这些法规定义的这些要求 都几乎在48小时 就两天内 你要有所的回应 所以这个系统的要求 或资讯的收集 都必须要很及时跟快速 那其实在欧盟一样有一个法案 就是所谓的FMD 它一样是同样的概念 在讲述这件事情 所以整个世界经济体 对这个序列化要求 不是只有这两大经济体 中国甚至南美阿根廷 还有比如说沙奥迪阿博 这些国家都一样 有这种潮流化的趋势 我们来看一下 从2014年到未来的2026年 几乎所有的国家 都开始立法推动这个东西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要处理的一个 面对的一个事项 那其实它背后立即的精神跟用意 就是我们要把资讯透明的 去建立信赖跟信任 也就是说我要信任我的产品 那这个东西它就可以符合到 其实我们常常提到的 食品经用跟它的安全 我要确保我吃的东西 是真的是原厂的 而不是一些伪要 甚至产品的验证 所以产品验证就是说 当我销售通路销售出去了以后 它遇到退回 我销或退回 或比如说产品record 这种状况的时候 那我的供应商 或者我的在点的经销商 它收到的 真的要去验证这个产品 是我本来的产品 而不是假装的 或者是伪要 不要收到假的 甚至像刚刚提到的 一些符合法规的法 和规要求 那必要时 甚至我们也要做提升 通路运作的效率 像刚刚提到 它几乎都在两天之内 都要回馈 所有相关的资讯 所以它这边的要求 总是跨整个 从制造商 运输商 通路 药局 甚至到病人 像病人这一段 就刚刚提示的 如果我做退回的时候 我要确保 我的通路跟医院 收到的这些药品 都是真的 我原本的药 而不是有些假冒的状况 那其实它最主要建议 就是在资讯透明的底下 去建议信贷跟信任 那在这个方案底下 那个DSCSA这个法案 它强调 它采用的就是 国际组织GS1的标准规范 那GS1的标准规范 它定义了 每个产品的 唯一序列号 还有产品编码 这是一个国际组织的规范 台湾有加入这个国际组织 我画面上有带着 两个的网页的画面 应该说网页资讯 各位后续可以再去看一下 它定义了从工厂端 我工厂的位置 我产品到我的包装 甚至我的流程配送 商业配送到我终端 它整个流程都帮你定义好 它的标准规范 相对应的作业方式 所以它一样又回了 刚刚我们讲的 我们的信任死于 这些的标准的最终最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标准规范定义了哪些东西 就以Item Level来讲 它标准规范定义了 你在产品的第一层的包装上 我就要去做G Team 也就是Global Trend Item Number的定义 也就是说我每一个产品 要有一个唯一码 而且这是全球唯一 然后你这个产品上面 要定义好 过期日 甚至比如说 我的Batch Lan Number 还有这个产品 在这个国际码下的一个序号 因为我后续就是要验证 我这个产品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我生产出来的 还是它是一个假的 所以它在产品Lan Number 它就定义好了 至少我在包装上 要揭露这四个讯息 那在外包装的部分呢 除了刚刚讲的 这四个讯息以外 它甚至 比如说我的装箱的部分 它也定义了所谓的 Serial Shipping Container Code 就SSC 在Bus部分 甚至你后续Parrot 我们都有对应的这些 编码跟逻辑 这些东西都是为了 让我的产品资讯 可追踪追溯 在整个供应链上 让我的资讯 是透通跟透明的 它完整的做好 这些规范跟定义 那所以因为 有这些规范跟定义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从内到外 我都可以很全面向的 去做所谓的追踪追溯 甚至我们在商业配送 或运输物流运送的当中 我都可以知道 我先的货物 到底在哪个节点 在哪一个状况 这就是这个立法的精神 也就想要强调说 我的整个供应链的过程 我都可以透明化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法案 它的concept 如果落实到资讯系统上 它会有哪些状况呢 像刚刚提到的 它对外的采购部分 它就会需要有 比如说我们给它PO的时候 它相对应会有些资讯 比如说它跟我取相关的序号 或者相关资讯间 借接 那我对我的物流 我的separate部分 一样我会有这些资讯的借接 甚至我的包装线 或者的委外的包装 那个制造商 CMO的部分 我一样 它会可能跟我取序号的需求 或者我要给它相关的资讯 甚至必要时 会从我的委外供应商 直接出货给我的客户 那我的客户端呢 它有可能拿到药品的时候 它想要去验证 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品 还是我 还是我要 所以它有可能会需要 跟我的系统做查询 像刚刚在我们变种机那边 就有一个画面在查询说 我从我的手机的PDA 去查询这个药品 到底是不是真的正品 甚至我必须要把这些资讯 回馈给我的监管机构 所以它整体的需求 就是如画面上所示的架构 那我们再往下细展 我们看到 这个是在卢安达 这个FDA的部分 他们已经实践了 整个药品的追踪追溯 从我的品牌商 到我的通路 我的配销 甚至我的医院通路 到我的病人 他都把这些资讯 汇集到同一个国家的系统里面 让相关的同仁 相关的地方 都可以去查询这些资讯 所以它达到了 合规化在供应链上 药品被仿冒的这种最小行为 然后药品在所有传言商 有合规供应链的时候 它无论针对是托管 或者是委外 这些资料都有高度的可透通性 而且提供整个生态性里面 我的产品的可视性 比如说我过期招回的时候 要抓这些东西 就很容易从我的系统 马上抓得回来 甚至在中央跟分销点的时候 我实施的一些 库存的管理 我会更明确 也降低我在公司自己 或库存经营上的一些风险 那所以我们重新来想象一下 刚刚从刚刚所说 我们对我们的供应商 供应链的部分 我们确认到 它跟我资讯的这些 对内我自己制造 一样会控制到 这相关的批示的资讯 也相关的产品资讯 对象也就是对我的中端客户 甚至我的药局通路 我要有资讯的交流 我都可以卡住到这些东西 那对外的部分 我的凹搜寻 或者是甚至第三方的一些协力机构 我都一样会有这些资讯的交流 跟相关的收集 都控制在我组织的内部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到 来源可查 去向可追 责任可救 确保我所有的面向 都被沟通到了 那也就是说 这些需求展望过来 对我们资讯系统 会产生怎样的压力呢 在价值链中 end to end的产品流程 他需要做序列化的管理 而且这种东西就要很及时 比如说生产制造商 他马上要像刚提的 将我的序列化管理 要序列化管理的这些序号 印制在我的产品上 这些序列号必须要从我的资料库去取号 那甚至这些取完号以后 我的产品走到我的 不管是那个仓库或者的物流上的时候 他们都要定期的去回报 我现在产品的状况 甚至确保他们在这些资讯交换 或者收到的货物 没有被任何仿冒的风险 甚至出到刚刚提过的 医院药局或者最终病人的时候 他也可以通过这个资料库 我要来验证查询一下 我拿到的这个药 到底是不是真药还是假品 所以就是法规上的要求 他至少最慢48个小时内 一定要恢复的这个原因 所以这对我们资讯行动 都是一个需求 那接下来再来另外一方面 监管机构的法规报告呢 现在看起来目前全世界走向 监管机构的法规报告 大概有三大类 也就是说他的序列化管理 所有的资料都存在 政府的database 那目前大概有八个国家 有这种要求 那另外一种 像以欧盟来讲 他是监管在 他要把这些序列号的资料 监管在一个第三方的公正机构 也要同时的提供 不管我的end user或者customer 最终客户的一些查询的这个功能 那另外一类就是像美国 他是要求我的供应商 要整个供应链资讯的通透 所以这三类的报告 其实某种程度都可以去致力 我们去打击假药的这些状况 确保我的药品是在合规的状况底下 不会有任何被仿冒的风险 那所以综合这上面的看法 就是我们在生机制药业 对这些价值利用 继续系统的要求 就会产生这三大点的部分 一个是我要简化 我对法规要求报告的一些压力 接下来我要把这些东西整合进去我日常 比如说序列号管理 整合进去我日常的作业当中 最明显的就是我库房的包装 我库床所有的时候 我都必须要控制到这些序列号的动向 甚至后来我出货到我的中端医院 或者客户的时候 他们要来查明这些药品 到底是真品还是假品的时候 我的资讯系统是可以符合验证的这些要求 因为我的客户可能来自世界各方 我的短暂的那个查询的压力可能就很大 所以这个资讯系统必须要符合这个部分 所以SAP经过这个的层层思考以后 跟着各个 比如说制药业里面几个大型的客户 共同开发了这个SAP 整合到我ERP的部分 那我ERP的部分 SAP这个方案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甚至它也可以整合到 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必须要整合到库房版的部分 比如说Wayhouse Manager 我一样可以搭配第三方的Wayhouse Manager 甚至假设我的包装线 是在另外的地方的一样 一样我可以跟这个包装线 做第三方的整合 我这边都有对应好的接口 可以去提供 不管其他系统的ERP 或WM的序号管理的 比如说不管是要求序号 或者是状态的通知 那甚至像我 比如说我对我的客户的部分 或者是对我的政府部分 我已经有些pre-defined好的 比如说最明显的 针对这十个国家部分 我已经有pre-defined好的 报表的格式 这个都是符合法规要求的 我已经就是 All of us 就已经采出这些东西 不需要额外的调整 就符合政府法规的规范 这就是SAP现在的一个 这个Solution的一个概况 那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 它的细项的部分 就刚刚提过的 我的ATTB 我的Adminced Tracking and Trace的部分 必须要有序列号管理的模式 而且我必须要有状态 它在不同状况底下 我也要去做相关事件的回报 那最明显像序列号管理的部分 我比如像刚刚讲的 我第一个部分 在第一层包装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去取序号 这是第一层包装 甚至我装箱的时候 我在装成箱子的时候 箱外箱的部分 我一样要取一个序号 这样我才确保 我在物流的过程当中 知道它到底流向在哪里 如果我还有站板型的包装 我要给它一个序号 所以在取这序号的流程 我们就可以包含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可以 我跟我的package deny 做一些相关的整合 那后续我到了库房 甚至相关的状态变更的时候 我就要去跟我的warehouse的系统 做整合 比如说我除货过账 或者上下架 这些系统的状况资讯 也要跟我的ATTB 做一定的资讯的link 因为毕竟我这些报告 都要产出到相关的 不管是监管机构 或者相关的状态 要符合不管客户或医院专的一些查询的状况 所以他们 应该说这个系统就有符合这个部分 而且它是follow GS1的EPCIS规则 好 那接下来也就是说 经过有这些我们可以说明 它可以达到哪些benefit 最明显的我已经符合法规的要求 这最基本的 然后而且我很有效益的 跟我的 最明显我就是跟我的ERP系统 可以做相关的借鉴 甚至必要时 我可以跟第三方的ERP 做借鉴的动作 而且我已经整合到 像刚刚讲的 我库房端 你的出货过账 你的上下架 这些资讯 都是在event的时候 就会触发 回馈到我的ATTB系统里面 然后一样 ATTB里面 我会有序号的管理 我这序号到底该怎么分配 我申请出来 根据计算计制 申请出来的时候 我该怎么去做 不管是拍送到的 比如说CMO 或者Packing 9 那甚至我的相关的 报表型的追踪追索 都可以看到 我们后面会提示一下画面 让大家知道这些作业方式 所以这东西就符合 我们基本上对相关环境 或资讯系统的要求 好 那我后面开始带一些 实物的状况 像这边就是一个 包装性序列化管理的时候 他该怎么做 比如说我这个产品 开始硬条码的时候 他会把它自动贴上去 会有扫描装置 去记录我这个单一产品 它上面的序号是什么 那这些产品组成了单一个 比如说放到一个箱子里面的时候 我会知道这个箱子 装了哪些产品 甚至在这个箱子上面 我也会产出label去贴它 让把item跟包装并合在一起 甚至我出了比如说 战板包装的时候 我这边会有一个label 去处理这些动作 那我们再看一下实际的画面 像刚才提的 我单一产品还要包装的时候 我可以用雷射条码贴进去 或者用label贴进去 那后续在做 输送袋上传输的时候 我就scan了 去搜集我的每一个产品的序号 开始逐一scan去找扫描 我的product那个buckle的部分 然后再针对每一个包装内容 比如说我六贯成一个小包装 去搜集这些资讯 像画面上这边所示 这是实物作业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带一下 实物作业的一些系统画面 像这个部分就是 我的mass data的部分的link 我可以跟我的 比如最明显的 我一定要去创我的客户 所谓的business partner 还有我的生产地点 甚至我的物料主导 这些资讯 都是可以跟我的ATV 做一定的创接 然后还有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序列号管理 一样在我的部分 就会有控制 我的number range 我的核发下来的那个序号区间 到底是在哪边 那我的追踪追溯的报表 我要知道哪一批 现在在什么状况 这都是系统标准配 各位去查询的这些东西 那后续像比如说 序号的分配 这些东西一样都可以看得到 使用状况 那追踪追溯的部分也是一样 那接下来像比如说我对一些监管机构的要求 我要产出这些监管机构的报告的时候 我该怎么让系统去把这些资讯送到相关的第三方 他这边都是标准的 接接接那个interface都已经做好了 就直接可以跟我的政府机关或者第三个机构做创接 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案例 在阿根廷的部分 那甚至像我们中国的部分 像中国的他的CFDA已经改名叫国家药品管理局 叫NMPA 一样是NMPA的要求 我们一样这个系统都标准已经for free这个东西了 那接下来讲完ATTP了以后 我们再go through一下 NTT data事实上在全球的生技资料业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在国外图画面上所示 我们有这么多的大型客户的导入经验 不管在SAP的导入 或者像刚刚之前提到的一些售后的服务 或者违运系统上 我们协助各国的制药业 做相关的导入SAP的架构 或者是相关的违运服务 那在台湾呢 我们一样协助了 不管像中育新药 或者是剑桥信源 这些公司我们都协助了这些公司 做了相关的SAP的导入的服务 所以代表我们真的在这个产业有丰富的经验跟能力 也希望在未来的期间 可以再跟线上的各位 做相关的ERP的一些合作的部分 那最后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也重新来echo一下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它就是一个改变的机会 你需要拖队去做领头羊 还是你要跟着时代的脚步 一直排在人家后面 这就是我们想表达的 大家可以趁有这个机会来做一下 我们可能要想一下 我们如果在做这个改变的时候 该怎么用最短的方式 最好的路径去协助各位做这个部分 那NTT是有这些能力协助各位的部分